房屋政策當中我們昨天說了 我們立場有五點的 就說了房屋政策當中我們覺得有些偽命題 也說了房屋政策當中一些我們覺得 包括公私營的一個比例上面的一些 就不應該有硬指標 好了 今天我們講講政策推動上面的內容 有九點的 那我逐點跟大家分享一下 政策推動方面在房屋及土地政策方面 第一點我們希望土地的房屋政策問題 應該被視為房屋公義 房屋公義的原因就是不僅是一個人有能力買 或者沒有能力買的問題 而是每個人與生俱樂都應該擁有的一個 就是本身的一個應該有的權益 好了 就是房屋公義 就不是說有錢的 有能力的才可以有屋住 應該就是說就算一個失業的人 他應該也有屋住 這個就是房屋公義 就和本身現在將房屋市全市場化的想法是不同的 因為房屋公義 就是說公民在社會發展的歷程裏面 是應該享有不斷改善的房屋資源和相對應的生活水平 這就是房屋公義的理解 就是說在社會發展的過程裏面 所有的公民都應該擁有相對應的一個 就是在一個住屋上面的一個質素上面的發展 就不應該說我仍然住在一個劏房 或者我已經大學畢業了 我出來工作的時候仍然是需要住在一個很差的地方 相信應該在社會上面應該給到不同的階梯 或者給到不同的支援 是令到房屋公義可以發揮 令到整個社會在發展歷程裏面 是裏面的人 即是說公民應該去享受到當中 尤其在房屋上面的一些權益 好了 例如現在人均居住面積是137平方尺 應該就是和接近6年 即是5.9年的公共的輪候時間 應該是一個恥辱來的 這個房屋公義上就是說如果你是低收入家庭 你是underprivileged的了 房屋署證明了它現在的標準是8000多元而已月入 基本上這個家庭生存不了 如果去到這樣的水平 你都幫不了它 還要它等多6年的話 它真的就是還要不斷地付出這個薪金去租屋住 對它來說根本是壓低了它向上爬的機會 因為在現在它低收入的未來6年 它還要拿低收入當中的很大部分出來去租屋住 這個反應只有一點而已 那一點就是說這個家庭或者這個人 都很難可以爬上去 原因就是因為它賺到的錢 它不可以拿去進收 它只能夠大部分的錢拿去交租 好了 第二點就是說人均居住面積 應該在土地批給的時候 就要在條件上限制了一定是合理水平的了 例如澳門做到220平方尺的人均居住面積 香港都應該有這個差別的價值 就是說香港經常說林鄭俄就說 我管不了的 或者黃銀林經常說我管不了那些發展商建了什麼房子的 其實你在一個本身的地契上面 在釋放這個土地給發展商去租用的時候 土地其實永遠都是政府擁有的 在香港概念就是我把土地批給給你一個年期 可能就去到2047年 你只是在2047年之後用的而已 之後其實還要給回保地價 或者給回地租 但是這個期間 批給期間 其實政府應該可以加入條款 讓大家可以在本身在西洋土地上有一個規範 譬如建的樓宇最小的人均居是多少 這些可以在合約上面處理 並不是黃偉倫或者林鄭俄說 它是控制不了發展商的 其實在地契上面可以說明 它究竟應該建什麼單位給市場 好了 接著第三點 政府應該著力在平衡公共財政收入 房屋價格和整體競爭力 去維持一個有發展活力的社會 這個重點就在於 因此而造成了 部分公民無法承擔私人房屋的價格水平的情況之下 公營房屋就應該被視為一種保護網形式的援助 當中應該以負擔能力去劃分 居住水平的階梯 但是保護網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夠形成財富效應的 否則納稅人將會長期承擔了基層的房屋開支 令到納稅人結果香港經濟結構或財政結構出問題 這個說法就是整段的意思就是說 政府賣地 拍賣土地給發展商去發展物業的時候 是應該用拍賣形式 就不應該用私人協作 或者現在這個PPP 就是私人參與模式 不應該談判保地價模式 是應該拍賣 拍賣政府的庫房是我覺得最多錢 但是地價不會因爲這樣高了 或者土地的將來單位的赤價 不會因爲這樣受到直接影響的 因爲只會影響到發展商利潤的一個水平而已 爲什麽這樣做呢 就可以令到庫房的足夠收入 令到香港的財政赤子是不會長期出現 這個結構性財政可以解決 這個反而是房屋上面的收入可以影響到 去幫助到香港的發展 好 另一方面要看 就是在這個過程裏面 總有人就是租不起樓 總有人就是買不起樓的 那這些人會怎樣呢 就應該是保護網形式 用公屋或者居屋去保護他們 去幫他們 但是有一個重點 居屋和公屋不可以視為福利 如果將公屋和居屋視為福利的話 香港人就有一個定向 就是希望獲得公屋和居屋這個福利 從而長期香港就會在經濟上 或者香港的公共財政上 在房屋問題上會受到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就是不斷每年都要給新的錢 更加多錢進去資助房屋的市場 就令到大家在這方面 可能在政府的公共開支上白上加根 結果最終當政府不夠開支的時候 結果就問我們納稅人拿稅 結果這個就令到大家在稅交稅的情況 會更加進一步提高 整件事就未必是對香港的整體發展好的 就是說如果香港政府是在平衡了地價 平衡了房屋價格和香港的競爭力之後 覺得這是一個合理水平的 應該就是第一就是保座下面沒有辦法上車 沒有辦法租樓的人 但是保座本身就不應該將它視為財富效應的 譬如居屋不應該有財富效應的 否則更加多人是爭著無需要地都要去希望有居屋 就會令到政府沒有辦法追蹤居屋的一個供應需求 第四點就是香港擁有280萬個永久房屋的 280多萬的 好像接近288萬的了 但是根據政府的數字名義上 香港其實只需要260萬個房屋而已 為什麼呢?香港有700多萬人 當它750萬人了 而香港每一戶在Census裡面找到的 就是說香港的一個大統計之下找到 每一戶平均只有2.8人居住而已 每一戶2.8人居住 但是香港只有750萬人 就是說260萬個房屋已經足夠香港人居住了 現在既然香港有280多萬個房屋 當中還不算酒店 不算服務式住宅 不算任何一些宿舍 比如理工大學宿舍 港大宿舍 甚至一些公司都有宿舍 不算 之下香港其實房屋供應是比需求大了 但是為什麼大了的情況之下呢? 仍然有一個印象令大家覺得香港房屋需求不足 這個反而政府就應該可能要徵收空置稅 令到限制的單位推出市場 大家可能很快就會緩解到市民覺得供應不足的假象 同時就解決了離印 漏了打離印的一些租務問題 很多人租不打離印的 結果在離印收入政府就少了 好了 第五點 政府在開發新市鎮和新發展區的時間 就應該積極干預防止發展商囤積草地 引用土地收回條例更根據憲報的規範 去賠錢給私人 就將土地歸入政府的統一管理 包括新發展區 包括新市鎮 將土地規劃好 不需要將因為發展商擁有這塊土地 在道路 設計 或者城市規劃上面 完全就了發展商的土地上的一個團職的範圍 跟著又用TPPP 就是用私人的參與形式 又跟發展商協議 結果政府庫房是收少了很多錢 政府應該賠償給發展商 根據憲報上面的一個基準 賠償給發展商之後 就政府統一發展 如果政府覺得那個地方是應該拿來私人的發展 民意發展也好 或者是社自由發展也好 政府應該拍賣土地形式去將它供應市場 就不應該是政府先公佈了新發展區的位置 跟著或者是故意在私人未知的情況之下 已經透露了給發展商 跟著發展商就找人去收地 跟著收地回來之後 結果跟政府翻出來講數 就阻礙了新市鎮或者發展區的發展 好了 另外就是第六點 就是反對公私人合作模式發展任何新市鎮和發展區 這個模式只會鼓吹發展團職土地 並且削弱了庫房的土地收益 甚至令政府無法收回發展成本 如果不贊成任何形式的私人參與的合作模式 政府應該收回土地 用拍賣形式將土地推出市場 公平地競爭 跟著結果就可以控制住房屋供應 也可以控制住新市鎮和分發展區的規劃 好了 第八點就是新法北的大都會 應該會視為香港發展的百年大計 我不反對它 但是這個絕對不是林鄭月娥所說的 可以十五年完成的一個大計 這個是香港百年大計 即是說這個三萬公頃 即是三十個名人大餘的發展大計 是應該階級容忍 即是說不要這麼急 就慢慢慢慢做 在財政的結構上 或者發展上 都應該去看著香港的需求而做決定 香港人口之前是七百四十九萬 就很可能現在已經跌到七百萬水平了 甚至乎可能下年或者後年 去到六百九十幾萬的水平都還沒頂 香港的房屋需求是不是真的這麼多呢 是不是有些人其實已經是離開了呢 香港政府是應該update一下自己的數字 就是根據數字去將適當的單位數量推出市場 就不要盲目地興建 結果就導致出現鬼城的情況 好了 另外就是第九 新北都十五年計劃是過於闖出的 過去香港一百五十年來才發展了 大概二百八十平方公里的土地 新北都說的發展規模是三百平方公里 即是說林鄭沃的意思就是她用十五年時間 就可以發展得大過快過、勁過 香港過去一百五十年所發展 由開授以來發展到現在的發展年跡 這個其實是天方夜譚的 就算有了一個就是科技的發展 就算有了也好 都不代表絕對不是可以令到 新北都這三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可以十五年之內發展完成 還有這三百公共土地是需要接近13萬億 或者超過13萬億的金錢才會發展起來 香港根本就在財政的結構上還沒想到 希望大家就著我的房屋和區域政策有所了解 中文道人 好